球練習 我的名字叫羊羽 現役的國家散打隊運動員 當時去了看學習 練習散打 11歲半 其實是受到家人的影響 我家當時有很多獎牌和獎牌 我問你這是什麼來的 然後我媽媽告訴我 這個不是你爸爸拿的第一個世界冠軍的獎牌 覺得有血性 有男子氣概 所以就熱愛上這個運動 佛山體校才是我的起點 其實就是想起以前在體校那時候 自己吃飯自己去打掃圍槍 就算是鍛鍊我自己 然後中途我被廣東省隊 廣東二沙島現在的 選了去去省隊裡面 那時候北京就沒有經 就突招人 當時我就在廣東省隊被調走了 直接突招到北京 第一個南海區散打比賽 那時候是第一次參加比賽 其實那一場是我爸爸在下面 有看過一場比賽 然後下來之後 是第一次打 然後下來就打了那一場 很厲害 其實我現在就是很感謝我爸爸罵 不罵我的話 永遠我就可能 不懂得去贏了之後 再去勝利之後去檢討自己的不足 而不是我贏了之後 我每處去找我自己的優點 那我永遠不知道自己的缺點 是啊 我不想說 我沒有可能 我沒有可能 太實了這一天 很重啊 而且整個 瞬間就變形了 是啊 整個身體壓上去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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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表面已經非常痛苦了 這個時候 他是運動員 他理解運動員的心態 我爸爸都跟我一直說 做人一定要低調一定要謙虛 他說 你輸技術 你輸任何東西 你被人KO了都沒問題 你站起來 繼續打 你只要站起來 你繼續打 我有時根本就不看對手的事情 第一場比賽我就經歷了換對手 轉換了對手之後 我就開始不太在意那個 對手 譬如說 他的技術 怎樣怎樣或者去 風格怎樣怎樣 我是屬於那種 上到場之後 隨機不變 我就要衝你 我就要打低你 我知道我可能技術不如你 但是我一個訓練就是 我就要打到你 沒有還手之力 沒有感覺 不會緊張 很興奮 有很多人會認為 你連這個拳 是不是為了打架 是不是為了 怎樣怎樣欺負人 不遇到我自己 受到那個生命危險的時候 我是不會動手 我是不會反擊 我是不會去 正當方位 這樣 我不需要去證明我自己 我有多少 因為我們經常打 經驗 打得太多了 我轉學 我都不會離開這個運動 可能很多人會認為 我打這個比賽 是有人幫我 或者有人怎樣怎樣 沒有人就算 沒有人幫我 我就算好像找到經紀公司 經紀人都會幫我去找 我需要的是這個平台 我沒有可能說我上到場 我還要你幫我 難道我叫你買通 那些運動員 沒有運動員會這樣做 打架賽 你不是拆招牌嗎 說中國運動員打架拳 請那些留學生過來 不了解 可以說你 你說 但是你不能不尊重這些 每一個運動員的付出 都是一滴汗 一滴血 一滴眼淚 慢慢慢慢 我覺得我自己 鬧詩人 哈哈哈哈 你能力越大 責任越大 在看電影中 支持合作中也有說 你打得很傷 我都不會叫你好得力 就是那種 上場是對手 下來是朋友